又游行安乐道运 这个是元晓道士的祝祖 他说祝佛名后 总万得之 但能一念念佛名之 这个一念也就是一心 什么叫一念 这一念当中 是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都可以 这一念里面 没有妄想 没有扎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叫一念 这一念的功德 不合随 为什么 这一念 总万得之 万不是苏词 它是代表圆满 自信 本句 圆满的功德 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几个人知道 天天天读这一部经 天天学习这一部 积筑 也不知道 念过去 念过去了 这念头里头 架杂着 幻想 杂念 分别 执着 它不是一念 醒呢 真是一念中 这一念 居足 万得 总念万得了 一切是 一切处 只要是一句 不夹杂 妄想杂念 分别 之处 这一念 就是 总念万得 一念 就是 自信 圆满的心得 统统 居足了 又 还是按了道理 都所说的 无时 我也 从望心 神 记住 望心 神 不是真心 望心 是什么心 是心 八十 五十一心 是神灭心 神灭心里头 有我也 念佛功德 从真心起 你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这个功德 前面说 总 万得 就是 总 万得 你统统都念到了 从真心 从真心起 真心如日 忘心如安 真心 战起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要让我们认识 什么是真 什么是我 经教里头 经教里头 无数次 教导我们 一切 要从真心起 这是真修 这是真念佛 千经万论 缺佛的词 用真心 不用我心 那 真心就是因念 至真 真真的基础 那你要问 什么事才算是真 没有妄想 没有扎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是真 用真心生活 用真心 待人 用真心 借佛 用真心 工作 而最重要的 要用真心 念佛 这一句佛号 无量无边的功德 一念之间 完成了 希望 希望念念如实 道业 哪有不成 这道理 一生 往生 净土 原成佛道 下面是比喻 真心 真心 像太阳 往生 如黑暗 往生 就是生灭心 前念灭 后念 神 往生 真心 一心 往生 就没有了 往生 归真了 这两句话 要记住 太重要了 真心 站起 心里 才想 念一句 阿弥陀佛 往念 它就不是 为什么 真念跟往念 不会交在一起 有真 就没有往 有往 就没有真 底下比喻说 如热是处 重暗是处 太阳一出来 黑暗没有了 小时候 不再来 别人 不再来 爹 我